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这是由博力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所提供的整合管理基础线上课程 属于管理学的部分 我是王志远 接下来就跟各位简单的讨论一下激励的概念 什么叫做激励呢 激励英文叫做Motivation 一般而言它的定义所指的事情是说 加强引导和维持人们朝向目标努力的一个过程 一般来讲在谈到激励的时候 我们会在乎以下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投入 这边所指的是来自于员工 它的驱测率或者努力的程度 一般而言受到激励的员工 他们会比较努力的投入工作 但是除此之外 我们要考虑到在他投入的过程当中 他到底是用多大的一个心力在投注在这个上面 第二个是来自于方向 这边所指的方向指的事情是说 员工他是否是朝向我们所期待的一个 有利于组织的方向而努力 第三个则是来自于持续性的问题 所以持续性指的事情是说 我们希望员工可以持续他的努力 才能够达到组织的目标 事实上把这样子的概念 不只只能够用在组织里面 我们可以放在个人的各式各样的行为上面 例如像有一个人可能他要念书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开学的时候 他觉得说这个学习开始 我要努力的认真念书 所以呢 每天上完课之后 他就回家开始做所谓的一个复习的动作 在这个行情之下 第一个礼拜当中 他做了持续的投入的动作 并且他也是的确朝向着 想把功课改善这样子的方向来进行 但是很遗憾的事情是说 过完一个礼拜之后 他就说 距离其中考还有八个礼拜 我想我可以休息一个礼拜吧 结果接下来 到了其中考的时候呢 他又说 其中考好累哦 我等到期末考再努力好了 到了最后 期末考前的一个礼拜 可能稍微念了一下书 最后他又再告诉了自己 算了算了 下个学习再来努力就好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虽然一开始有产现出来一些 被激励的一些行为 但是他的持续性不够 也因此并不会得到一个好的一个结果 接下来让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五点的激励理论 首先让我们来谈一谈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理论 马斯洛他认为说 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五种不大层一样层次的需求 第一种是生理需求 他所指的是我们的食物 饮水 居住 还有性满足 跟其他的需求 第二种是叫做安全需求 他所指的事情是说 我们在生理和心情上面 可以免于受到伤害的需求 能够确保我们的生理需求 可以持续的被满足 第三种是所谓的社会需求 他所指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爱情 归属感 被接纳 还有友情的一些需求 第四种叫做尊重的需求 他所泛指的事情是说 我们内心当中的这种被尊重的感觉 例如像我们的自尊 自主 成就感 还有外部的一些尊重的感觉 例如像 我们是否可以得到一些地位 外部的认同 还有受到别人的重视 第五个是自我实现的需求 这边所泛指的自我实现 指的是 一个人他的一个成长 发挥自己的一个潜能 自我满足的需求 以及说 可以达到自己 最充分发挥 与成就的驱动力 对马斯洛来讲 这五种需求 基本上是有层次的 所谓的层次 指的事情是说 下层需求 是被满足之后 才会进步到 所谓的一个上层需求 所以对一个人来讲 他首先会想先满足的 是来自于 他的一个生理需求 等到生理需求被满足之后 才会进入到 所谓的安全需求的一个追逐 当他的生理跟安全都被满足完之后 这时候他才会在乎 他在社交群体当中的一个地位 跟顺便取得到别人的尊重 等到他交到了朋友 也得到了别人尊重之后 最后才会逐渐的进入到 所谓的一种自我实现的一个状况 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到的时候 我们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理解的时候 例如像有一个小朋友 可能他常常被他的同学们 拿来做恶作剧的对象 可是为了作为 想办法融入到这个群体的手段 他可能会假装着 他很享受这种 被大家拿来开玩笑的一个状况 直到自己成功的融入到 这个群体里面之后 才会跟大家说 以后请你不要再来开我 这样子的玩笑了 这就是一种所谓的一种 下面的需求满足完之后 再转移到向上需求的一个范例 一般来讲 在马苏洛的需求概念当中 他所谓的较低层次的需求 我们这边所指的是 生理安全的需求 通常来讲 他都是需要记录到一些外在的因素 才能够逐渐的达成而满足的 而较高层次的需求当中 例如像是社会 尊重跟自我实现的需求 他都是会因为内在的需求而满足的 对于马苏洛而言 他的假设是认为说 只有在充分满足完 一个层次的需求之后 个人的需求层次 才会往较高的层次上面提升 也就是说 例如像 我等到我的生理需求 充分满足之后 我才会追求到所谓的安全需求 除此之外 就马苏洛的理论来讲 他这个延伸性的想法是来自于说 从这样子来看的时候 作为一个管理者 如果你想要激励某人 让某人朝向 组织的目标来前进的话 那么你必须要先能够了解 这个人他目前所处的需求层次是什么 然后把焦点集中在于说 我要想办法让员工可以再满足到这个层次 或者更高层次的需求上面 建议来去激励员工 在马苏洛的理论之后 让我们来快速地谈一下 Mac Greger 他的一个X理论跟Y理论 Mac Greger这个心理学家 他认为说 对于人来讲 我们有两种对于他本质的一种观点 第一种叫做X理论 他的假设是认为说 人工通常来讲 是没有什么企图心 他们不喜欢工作 逃避责任 而且需要有严格的控制 才会认真的工作 在这种情形之下 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去激励员工的时候 可能尽量的 是要用一些处罚跟监控的方式 才会让员工认真的把事情做完 这个是一种属于 人们本质的一种负面观点 而另一种可能的看法是来自于说 我们可能会认为说 人们都是喜欢工作的 他们愿意接受并且负责 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 我们应该想办法让员工 来自动自发的工作 这样子的观点 属于对于人类本质的一种正面的观点 那么一般来讲 现在的一些管理概念当中 我们多半会以外理论 作为管理事务的一个依据 我们会希望让员工 他可以参与决策 承担责任 勇于地去承接一些 具备挑战性的工作 并且希望可以让他们有一些 较良好的一个团队作业 来去对于他们产生一些 比较好的激励效果 接下来让我们介绍一下ERG的模型 ERG模型 Existence, Relation and Growth的一个Theory 它是由耶鲁大学的一个心理学家 叫做Clinton Elderford这个人 所发展出来的 严格来说 这个模型是从马苏洛的模型当中 在把它改善发展出来的 基本上在这个模型的概念里面 他把人类的需求分成了以下三种 第一种叫做生存 第二种叫做关系 第三种叫做成长 严格来说 ERG模型里面 它所谓的生存的需求 所泛指的 就是来自于马斯洛所谓的一种 人们的外在需求 例如像生理、安全等等 这些东西是来自于一个人 他生存所需的 当生存可以满足之后 人们就会开始追求到 下一层次 叫做关系的模型 也就是马斯洛模型里面 所提到的一些社会 跟尊重的需求 到了最后 所谓的成长需求 所泛指的 就是在马斯洛定义之下 一个自我实现的一种需求 在ERG模型当中 它的主张是来自于说 如果当一个人 他的一个上层需求 例如像 他的成长需求 无法被满足的时候 他可能会转而追求 所谓的一个下层需求 例如像一个人 当他无法 在他的一个自我实现当中 追求成长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反过来 变成是一个 想去透过各式各样的手段 或许更高 更多的一些金钱 这样子的状况 去满足他的一个下层的 所谓的一种 存在需求的部分 跟马斯洛的理论当中 这就是实际中的一个 最大的不同 因为在马斯洛的理论当中 他一般认为的事情是说 当你的下层需求 被满足之后 你就只会朝向 更上层的需求发展 而不会再来追求 他所谓的一个下层需求了 这是在ERG模型 跟马斯洛模型当中 最大的一个不同点 但是严格来说 相较起来的时候 ERG对于很多人的行为 可能会有一些 更为强力的解释 因为透过ERG的模型 我们可以理解到 为什么某一些人 他们可能本来 是一个属于认真向上的人 随着他们的一个职位 逐渐升高的时候 却反而会去 接受到一些贿赂或者贪污 做出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 再来让我们看一看 Hansberg的双因子模型 双因子模型 或者双因子理论 另外一种称呼 叫做激励保健理论 所以你的Motivation Agence Theory 在这个理论之下 他认为说 我们的内在的因子 跟工作满足 和工作的激励有关 反过来说 外在的因子 则跟工作的不满足有关 所谓的保健因子 它所泛指的 就是说不会导致员工不满足 但是也不会让员工 因为在这个因子被满足之后 而感受到 他的对工作的满意程度 更高的一种东西 它叫做保健因子 而所谓的激励因子 它所指的事情是说 这些因素被满足完之后 对于提高 他的工作满足感 或者是说 会让他被激励因素来讲 会变得更高的一些部分 双因子理论 跟前面ERG模型一样 都是基于马斯洛的理论之下 所延伸出来的 但是它有趣的地方在于说 对于什么的工作满意的观点 的一些不同 在传统的观点之下 大家认为说满意跟不满意 就是在同一条尺度上面的一个 可以相加 或者相减的一种概念 也就是说 当你今天觉得工作满意的时候 你就不会不满意 但是对于Hansberg而言 他认为说 所谓的一种满意跟不满意 基本上是来自于 两种不大一样的事情 我们有可能对于工作 非常的满意 但同时也有另外一种 不满足的感存在 而这些激励因子 它所关心的 就是来自于说 我们对于这些工作当中 我们的一个满意程度 相关的一个部分 这都是所谓的一种激励因子 而它所谓的保健因子 它所泛指的 是来自于 跟我们对于工作 不满意程度 有关的一些部分 当这些激励因子 被满足的时候 我们才会提高 我们的工作满意度 但是激励因子 并没有拿到的时候 并不会让我们 对于工作不满意 反过来说 对于保健因子来讲 当我们今天 无法满足到保健因子的时候 会让我们觉得 非常的不满意 但是真的 让我们拿到保健因子之后呢 我们并不会因此 而觉得我们更加的满足 透过像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可以解释出来 为什么某些工作的时候 才会听到有人告诉我们说 这工作好好玩 我好想继续做 但是我做得好累 这个时候 想继续做 代表老师已经是说 它的激励因子的部分 刺激了 还有工作的满足感 但另一方面来讲 还是会不满足的地方 在于说 做起来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很累 那一般来讲 所谓的激励因子的部分 通常跟马斯洛 它的一个高阶需求 会有比较高的关系 可能包括的部分 例如像是成就感 认同感 工作本身 责任感 升迁 跟成长等等 而跟保健因子相关的部分 可能包括说 它在公司里面 受到监督的一些程度 公司的一些政策 它跟主管的关系 工作的环境 薪资 与同事的关系 个人生活与工作 平衡的一个问题 还有跟部署的关系 它的地位 跟它的安全等等 这些就是属于保健因子的部分 一般而言 就我们现在实际上面的公司来看的时候 大部分比较容易 把我们激励员工的重点 放在保健因子的部分 例如像是给予员工 更好的一些薪资 等等像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部分当中 严格来说 它只能够去降低员工 对于工作的一个不满意的程度 反过来说 真的要让员工愿意留下来 并且帮公司进行付出的时候 事实上的重点 可能会来自于 要给他一些激励因子 例如像 我们要想办法让员工 他会认同到工作上面的一些做法 使得 当他在完成工作的时候 可以得到较高的一些成就感 并且给员工更多的一些责任 给他更多的一些升迁 跟增长的机会等等 就透过这些部分的满足 才能够让员工 他提高他的一个工作满意的程度 进而会降低他的离职意愿 这就是来自于Hensberg 双因子理论当中 他对于管理上面的一些看法 接下来 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三需求理论 一般来讲 如果我们碰到某一个人 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上班的时候 我们可能常听到 以下的三种回答 第一种事情是说 他肯定会告诉我们大家 没有办法 我要养家活口 第二种人呢 我们可能看到这个人来上班 基本上他告诉你说 我就是来这边交朋友的 一有的人 他是想从工作当中 就得到他的成就感 而对于三需求理论来讲 他认为说 我们一个人 之所以要工作 事实上是来自于 我们后天的三种 不大一样的需求 那怎么样判断这些东西呢 首先常用的方式 可能是让别人 来看一下像这样子的图形 解释一下说 在故事当中的人物 他现在到底在想些什么 这时候 可能一般而言 他会把它归类成三种 不同的答案 第一种答案是认为说 故事当中的主人公 他可能会希望能够表现 或者把某件事情做好 比如像这个小朋友在这边 就想努力地念书 希望考试可以考好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可能会说 这个人 他呈现的需求状况 是叫做所谓的一种成就需求 第二种 他可能会说 这个人可能是希望 他会希望跟这个人 可以很好地在一起 享受彼此的友谊 在这情形之下呢 我们可能会归纳出来说 对于这个女生来讲 他比较强烈的需求 是所谓的一种 关系的需求 第三种 是来自于说 某个人 他可能会希望 对于他人造成影响 或者让别人来佩服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会说 这个人 他的需求 是叫做所谓的一种 权力需求 一般来讲 所谓的成就需求 他所泛指的 是达到或超越 一个水准以上 成功的一种驱动力 而对于权力需求来讲 Need for power 他所指的事情是一个人 他希望他可以影响到 其他人行为的一种需求 而第三种 所谓的归属需求 或者关系的需求 他所泛指的事情是说 一个人 他对于友情 或者亲密 人际关系的一个需求 这三种需求 对于一个人 他可能适合的职业 是有影响的 一如像是 成就需求较强的人来讲 一般而言 他们较为渴望完美 喜欢能力所及 但是有困难性的任务 同时 他们比较享受 凭着自身的实力 来去克服 这些困难的一些过程 除此之外 他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会需要得到 立即的回馈 以便他们方便 他们了解自己 是否已经有所成长 对于像这样子的人而言 最好的一些机会的方式 就是你要给予他们一些 单独负责任务的一个机会 并且 给予他们的任务当中 绝对不能够给他们 太过简单的一些任务 除此之外 你还要常常在他们 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 给予他们一些 事实的意见回馈 一般而言 成就需求较高的人 他们最适合从事的职业 可能包括 例如像是创业者 研发人员 业务员 房地产经纪人 科学家 或者是来自于 做一些中小企业的老板 或者是经理人 而权力需求 较大的人而言 一般来讲 这些人具备的特性 可能包括说 他们很喜欢去影响 或者控制他人 他们也通常来讲 会较为擅长演讲 会提出适当的问题 以及这些人 一般而言 他们较为冷静跟率直 对于像这些人来讲 要领导他们 最适合的激励方式 就是要给予他们一些领导者的机会 让他们当一些专案负责人等等 他们较为适合的一些职业 可能包括 律师 法官 警官 军官 或者来当一些大型企业的主管 或者政治家 最后 对于亲密需求 或者归属需求 较强的人来讲的时候 一般而言 他们这些人的特性 可能包括 他们希望被别人所接纳 或者受到别人的喜欢 除此之外 一般而言 他们对人会比较讲义气 也重交情 他们非常擅长跟别人合作 或者沟通 要激励 这些亲密需求较强的员工来讲 最好的方式 可能是 给予他们 较为擅长需要高度沟通 跟学校的工作或者职位 例如像是秘书 所以 他们适合从事的职位来讲 可能包括 例如像是秘书 客服人员 人力资源人员 教师 或者护士等等 那新的问题出来了 到底什么样的人 比较适合 在大型企业当中 来担任主管呢 一般来讲 根据后续的研究 他们的显示 是出现的答案是说 对于一个大型组织 里面来看的时候 当一个领导人 他有高的成就需求的时候 未必就是一种好的管理者 为什么会像这样子呢 因为一般而言 高成就需求的人 他们比较着重重视的 是来自于他们的自我实现 而一个好的管理者 我们希望他会比较注重的 是来自于 他应该要怎么样子 来帮助别人去完成目标 而不是只在乎于 他自己的一个成就 是否可以被达成 所以一般来讲 一个好的管理者 可能会倾向于 他们要有较高的一些权力的需求 跟较低的一些归属需求 因为在很多的时候 也让一个事情被完成的时候 你势必会得罪人 如果你想永远不会得罪人的话 你可能不大容易 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 那另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你对于不大一样的一个 部署 你应该给予他不大一样的一种 趋势的概念 例如像是 碰到高成就需求的人 你就要想办法去说服他 让他觉得说 他现在所做的事情 可能跟他的一个成就需求两者 是有相互结合的 而对于一些归属需求 比较高的部署来看的时候 你就要想办法 让他可以去 通过工作的安排之类的方式 让他会觉得说 当他在进行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 他也同时的得到了 较强的一种归属需求的状况 借此来因地制宜 因人制宜的方式 来去激励他的部署或者员工 前面所谈到的一些激励的议论 不管是马斯洛的需求层级议论 或者是后续谈到过的ERG Model 乃至于三需求Model 他们的重点都是在于说 帮我们一个人的一个 相关的一些激励的因素 把它进行分类 并且把它赋予一些 层次性的一些划分 但是到我们现在将介绍的 当代性的一些议论来讲 他则比较不大在乎说 到底需求不在哪一些 他比较在乎的是来自于说 我们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去刺激我们的员工 使得我们员工愿意去接受 引导者的带领 来朝向工作 目标的方式来努力 让我们介绍一下目标设定理论 目标设定理论 Goal Setting Theory 是由Edwin Luke 这个心理学家所提出的 他认为说为了达成目标而努力的企图心 是工作激励的主要来源 而明确且具挑战性的目标 对于员工来讲会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除此之外 在员工工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要给予员工适时的回馈 在这种情形之下 员工会有较好的一些表现 而一个困难的目标 如果可以在事前得到员工的接受的话 会比针对员工设定一些 简单的目标来讲 会达到更好的绩效 这是因为自我效能的作用 什么叫自我效能呢 自我效能它所指的事情是说 一个人对于他有能力去完成某件事情的信念 当自我效能的信念越强的时候 则员工越有可能去达到最好的一种工作的表现 也因此 透过事前的一些沟通 可以方便我们去提高员工的一个自我效能 同时 在员工朝向努力的过程当中 如果他们可以得到适时的回馈的话 一般而言 他们会有较好的一些工作的表现 根据目标设定理论 我们要能够让员工产生良好的工作绩效 首先第一个重点是在于目标设定的部分 一个好的目标必须要具备明确性跟困难性的两种概念 再来是来自于是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员工 参与这个目标的设定的部分 一般来讲 最大的重点在于说是 我们希望能够让员工去参与到目标的设定 使得他可以第一个 他承诺他要完成目标 并且他要打从心理上面可以接受像这样子的目标 虽然这时候呢 我们必须让员工他们有在参与过程当中 可以得到一些自己设定目标的一个空间 同时这个目标必须要是公开的 再来事情是说 我们必须要让员工觉得说 这个目标他本身是员工 他自己有能力可以控制是否可以达成的部分 而不能够给员工一些感觉是来自于说 这个目标是否可以被达成的这些影响因素 是我自己完全不能控制的部分 再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自我效能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需要员工 他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激励 他愿意朝向目标去努力的企图心 而在这个部分来讲 一方面我们必须要能够强化员工的自我效能 让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自信心 可以朝向这样的目标来完成 除此之外 我们要考虑到国家文化的因素 给予他们一些适合他们去从事的一些目标 最后在员工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需要给予他一些事实的回馈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才能够期待员工他可以达成目标 并且展现出来较好的一个工作绩效 再来让我们谈一谈增强理论的概念 首先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以下这个实验 在这个实验当中 实验者他在一个箱子里面放了一只老鼠 然后呢在箱子里面的其中一侧放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口 在这口里面 当这边的一个音乐铃声一响的时候 这边就会出现一个花声 所以呢当老鼠听到这边有声音的时候 他发现到这里有花声 他就自己往这边来跑 跑了几次之后 逐渐的对于老鼠来讲 只要有铃声一响 就代表着这边可能会有花声 也代表的事情是说 他可能就要往这边移动 久而久之 当这里没有出现花声 只有铃声响的时候 老鼠他也会往这个地方跑过来 这都是一种所谓的一种刺激强化的观点 像这样子的观点最早 是由心理学家Skinner所发掘出来的 这个可以算是古典的一种行为学派的观点 他着重的重点在于说是 刺激跟反应之间的一个连结的状况 对于他来看的时候 一般而言 首先当我们给予一个刺激的时候 这个时候受测者 就会产生一种选择 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对于他的某些 我们所偏好的选择 给予他一些增强物的时候 在这种情形之下 下一次他碰到类似的选择机会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就会增加他的一个几率 类似像这样子的观点 可以例如像是我们在小时候 如果说我们考试考得好的话 老师就会给我们一个糖果 在这种情形之下 如果我们喜欢吃糖的时候 自然而然 我们就有可能会逐渐的让我们的成绩有向上提高的状况 增加理论这样子的概念也可以把它称作叫做所谓的一种操作制约的理论 在这里面来讲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于说是增强的作用的部分 但很多的人在运用管理的时候 通常只知道说我有奖励跟处罚的两种方式 但事实上在增强理论里面 一个行为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种叫做增加行为的频率 还有降低行为的频率 而事实上 你想增加行为的频率的时候 你也可以透过所谓的正增强 还有负增强的方式来进行 如果你今天想要降低行为的频率的话 你也可以透过所谓的正处罚 或者负处罚的方式来进行 这四种活动的关键 基本上就是在于说给予或者撤除 这些人他们想要或者不想要的刺激 我们每个人都有想获得的好处 而这些好处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叫做所谓的一种合遇刺激 也就是所谓的一种萝卜的概念 而另一方面来讲 我们也会有一些我们不想要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东西称作棍子 或者是所谓的一个嫌恶刺激 在管理上面来讲 我们当然不是只有给予萝卜 或者给予棍子这样子的做法 我们也可以把萝卜或者棍子拿走 在这张图里面属于桃红区块的部分 它就是一些我们可以拿来增加目标行为频率的一些工具 所谓的正增强跟负增强 而绿色的区块代表的就是来自于说 我们可以想办法来降低当事人他的一个行为频率的工具 例如像是所谓的一个正处罚 或者是所谓的一个负处罚 把刚才的话换成白话文来看的时候 事实上就是当我们想要去驱动一个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方面是给他想要的东西 第二个是把他讨厌的东西给拿走 这种所谓的一个正负增强的方式 可以强化我们的一个目标者 他去提高他采取某些我们所期待行为的频率 反过来说 如果到我们想要避免我们当事人采取某些行为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他讨厌的东西拿给他 或者是把他想要的东西给拿走 这种所谓的一个正处罚或者负处罚的方式 可以去帮助我们的当事人降低我们所希望他避免行为的一些频率 除此以外 增强作用他所泛指的是在增强理论当中 他的一个学习的重要概念 增强就是让个体反应的频率增加 而能够让这些行为增强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所谓的一种增强物 而一般而言 所谓的增强 又可以把它区分成叫做连续增强 跟部分增强两种 所谓的连续增强指的事情是说 个体每次表示现他们的目标行为之后 就立即可以得到奖励 而所谓的部分增强则指的事情是说 当个体他表现出来正确的行为之后 并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得到增强物 而且能够得到部分的增强物 换句话来讲就是 并不是他每一次都从事我们所期待的正确行为 他都可以得到像这样的一种奖励 而其中所谓的一种部分增强 我们就可以根据时间和比率来把它分成四种形式 分别是所谓的一个固定时据 变动时据 还有固定比率跟变动比率的一些增强的方式 同样是给予奖励 要不要给的问题事实上 他就是给予老板来决定的问题 但如果要给怎么样来决定也是一种重点 也因此这四种不大一样的增强的方式 就会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决定一下说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激励员工了 首先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所谓的第一种固定时据式的一种增强的方式 固定时据式的增强方式来讲 它所泛指的是来自于说 我们要把我们的增强 给在一些所谓的一个固定不变的时间区格当中 来给予员工 也就是说在上一次的增强作用 延宕到一段时期之后再给予增强 通常来讲就是在工作的每一个周期当中 我们给予他一些奖励 例如像是我每个月给予员工他的薪水 或者是每定期给予员工一些奖励的一些作用 一般来讲 像这样子固定时据的增强 他会产现出来相对较低的一些反应的比率 也就是说一般来讲 个体只要在一定时据当中 产现有限的一些数量 他就可以得到奖励 而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做出一些过多的反应 也就是说提供更好的一些绩效 事实上只是浪费利息而已 因此在利用这些所谓的一种固定时据的增强理论的一些奖筹当中 他只能够产生中等的生产力的提升 一般来讲员工只会在时间快到了时候 他的反应率才会提高 第二种叫做所谓的一种变动时据的控制 所谓的一种变动时据的控制 他所犯指的是来自于在给予他的一个增强 跟增强的一个时间当中 他并不是每一次的时据都是一样的 在上次的增强作用他的时间被研塌之后 他的下一次可能会在更短或者更长的时间当中 就会得到他的一种增强物 因为这些得到这些增强 例如像奖金的一些时间 他本身是不可以被预期的 也因此 例如像主管 他随机得一些仿视 或者不定期的一些申铅制度 他可能会对员工产生出来一些 较高的一个反应的程度 只是通常来讲 这些较高的反应程度 并不会高过于 他本身的一个变动的一个比率 第三个是叫做 所谓的一种固定比率式的一种增强 固定比率式的增强 它的意思指的事情是说 我们给予的增强物 它只是取决于在固定不变的一些反应次数 在产生了固定的一些反应次数之后 我们才会给予他的一些增强 例如像是 我们采用按键记头的方式 或者我们依据 我们的销量来去计算员工的收入 在这种机制之下 员工他一定的工作量 可以得到一定固定的一个奖励 因此速度快的员工 他得到的一些报酬就会越来越高 在管理事务上面 很多的管理者 他会喜欢使用这种 所谓的一种固定比率式的增强的方式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会处于 他们自己的一种关键的绩效指标 因此通常来讲 他们反应的比率 也就是说 这些增强物对于他们 一些绩效提升的比率来讲 会显得相对较高 第四种叫做 所谓的一种变动比率的一种增强 变动比率的增强 它指的事情是说 在增强跟增强之间 它的反应次数 虽然每一次都不同 但是到了某个反应次数当中 我们就是给予 它的一个增强 而对于这些增强的一个比率 跟它达成的数量来讲 得到的一个奖项 每一次会是不大一样的 也就是说 例如像是我们对于业务 可能给予它一些 陌生开发的变动比率 因此他们可能会不知道 要被拒绝多少次之后 才能够得到一个成功的一种销售的激励 在这种变动比率的一种设计之下的时候 通常而言是在所有的增强理论当中应用里面 它的员工反应当中 持续反应的比率是最高的 也就是说 在所有增强当中 它的时刻反应最多的 在奖励员工的时候 除了给它一些固定比率的一些奖金之外 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给予员工一些 出乎意料的奖赏 会使得员工 在不自觉期待 下一次讲抽的情形之下 而产生出来一些 更好的一些记忆的行为 这种部分增强的状况来讲 它会让这些行为 它持续的效果会变得更久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像赌博一样 因为例如像赌博的过程当中 我们事实上 并没有所谓的一种连续强化 但是为什么会那么持久 那就是因为我们无法成功的预期出来 我们什么时候会得到这样子的奖赏 也因此会更愿意在里面不断的凹下去 这就是所谓的一种 部分增强的一种应用 也因此 同样是给予奖励 变动比喻的奖励的一种方式 会让人在最短的时间当中 学会到最快的反应 但是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说 一旦学习完成之后 就不大容易被消除 而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采取固定实据的方式来激励员工的时候 虽然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激励员工采取部分的行为 但是我们要花费的时间会较长 这就是增强理论的概念 事实上要激励员工朝向我们期待的方向来努力 除了透过各式各样的一些激励因子来刺激他们朝向某些方面 给他们一些讲仇之外 另外一个重点可能是来自于说 我们要想办法给予员工一个 就能够让他们愿意努力的工作 而这个部分就涉及到一个事情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子 才能够设计出来一些能够让员工他们受到激励的一些工作呢 一般来讲组织 我们是由各式各样的一些不同的任务所组成的 而这些任务 我们把它用不同的方式来组合之后 就会构成了一种所谓的工作 而工作设计 Job Design 这样子的动作 它所泛指的 就是我们可以把很多的任务集合起来 把它转换成一种所谓的一个完整工作的一个方法 也因此一般而言管理者 如果他们想去激励员工的时候 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来去设计出来一些可以激励员工的工作 第一个方式叫做工作扩大化 所谓的工作扩大化 它所指的 这里是说 我们可以借由拓展工作的水平方向 来增加员工所从事的范畴 那么例如像是说 我们可以扩大他们知识性的活动 例如像 他们可以在工作当中需要使用到不同的一些知识 在这种情形之下 可以有助于提高员工的一个满意度 提升客服的一些品质 或者减少在工作当中的一些错误等等 例如像是说 同样的一份工作来讲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麦当劳里面 可以让收银员专心的只要做收银的动作 可是做久了之后 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像机器一样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像麦当劳一般的任务而言 可能会让前面的收银同事 他们除了去帮员工做接单 这样子的动作之外 他会同时的可能负单去拿一些餐点 还有后面去倒一些咖啡 或者是说准备一些双齐银等等 例如像这样子的方式 让他的工作内容变得更加的多元 而提高他的工作满意程度 第二个这叫做所谓的一种工作丰富化 工作丰富化的意思指的事情是说 我们来赋予他们更高的一些规划跟评估的责任 换言之是朝向所谓的一种垂直拓展的方式 来去扩大他的工作的范围 工作丰富化一般而言 可以增加员工工作的一个深度 以及去增加他对于他的工作的一个控制的程度 在这种情形之下会让员工觉得他们有更多的自主权 更享有一些独立性 以及负担到了一个更大的责任 让他觉得说他是在完成一个完整的工作 而不是只是进行了一些工作的片段而已 那典型的范例是例如像 假设今天你是一个负责在卖东西的人来看的时候 原先你的工作可能只是在收银员这边 收银台这边来帮顾客做服务 可是你的店长顺便告诉你说 我也把订单这个任务也交给你的话 这个任务本来算是店长的职责 可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之后 会使得你除了只是简单的做结账的动作之外 你也同时的多管理到了整个店的一个进销存 利用像这样子的方式 让你可以享有更大的一个责任跟独立性 竟然去激励你的一个工作表现 除了工作扩大化跟工作丰富化 这些常见的模型之外 另外有一个模型 叫做工作特性模型 Job Choristic Model JCM 这个模型当中它有助于去帮助我们 设计出来一些具备激励性的一些工作 根据JCM的观点 谈认为说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五种构面 来去设计出来分量好的工作 这些构面分别是 技术的多样性 任务的完整性 任务的重要性 自主性 还有回馈性等等 在JCM的观点之下的时候 他认为说一个员工 他成长需求的强度 主要是受到工作核心的构面 他们的心理状态 以及个人和工作成果的一个影响 在工作的核心构面上面来讲 技术的多样性 任务的完整性 跟任务的重要性 他可以帮助员工去体验到 他工作本身的一个意义 而工作的自主性的部分 则会让员工 他可以产生更高的一个责任感 去体验到 他跟工作结果之间的一个责任 最后 不愧心的部分 会让员工更为具了解 他实际工作的一个成果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可以提高员工的一个 内在的工作动机 去让他们能够产生出来 较高品质的工作绩效 产生出较高的一个工作满意度 以及去降低 他们的一个矿值跟离职率 一般而言 当员工得知说 透过回馈的时候 他发现说 他个人 因为他工作自主性之外 所带来的一些责任 在其所关心的一些任务 例如像是 他的技术多样性 技术完整性 或者任务重要性之下 所付出的一些工作意义之中 他关心的任务当中 有较好的一个绩效的时候 他会觉得 他得到了较大的一个机力的效果 也因此 JCM模型 他的看法是认为说 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的五种方式 去创造出来一些 可以改善员工工作绩效的一些 工作的一些模型 例如像是 我们可以采用合并任务的方式 或者是 我们可以创造出来一些 自然的工作单位 或者我们可以让 员工的工作当中 去建立起一些顾客的关系 不管是在内部的顾客 或者外部的关系的角度 或者是说 我们来帮助员工做到一些 还得一个垂直工作的扩展 很像是我们刚提到过的 工作服务化的概念 或者是说 我们可以开放一些员工 他们对于工作的一些 回馈的管道 工作特性模型 是在过往当中 以制造业为主的情形之下 所发展出来的产物 所以有些人认为说 现在的一个工作特性模型 JCM 它并不完全适用于 现在一些以服务 或者是知识为导上的工作 也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 它有两种不大样的工作设计的观点 可以来帮助我们 重新的来修正一下 JCM模型的一种应用 其中第一种叫做 工作设计的相对的观点 它比较着重在于说是 在这工作当中 它跟社会的一些关系 第二个则叫做 工作设计的主动观点 它比较强调的是来自于说 我们能够把影响工作的主导权 把它转移到员工的手上 这都是一种所谓的一种 高涉入的工作实物的运用 再来让我们看看 公平理论的概念 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 而在这个社会里面 其实我们每个人 对于公平总会有一些 相当强的渴望 也因此在组织内的公平性 就成为员工是否会觉得 受到激励的一个要素 公平理论的概念认为说 员工一般来讲 他们会比较 他们自己的一个产出 跟他们投入之间的关系 并且去比较一下 自己跟他人的投入产出比 员工通常来讲会选择 用来比较的参考标的 可能包括他人系统 或者自我 所以用这张图来看的时候 当员工A 他觉得说 自己的一个报酬比 跟B这个人比起来 比较低的时候 他会觉得不公平 这时候他自己的报酬过低 而再来呢 如果说他本身的一个产出 跟投入比 和B这个人是一样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人工A 可能会觉得这是公平了 但是呢 最后一个是来自于说 当他的产出 和投入比 是大于所谓的一个 B这个人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 在这种情形之下 可能 是不公平的 报酬过高 但是另一方面来讲 这种报酬过高 对于当事人而言 他很容易去把它解读成说 这事实上才是我应得的 因为这是每个人的一个私心 和他正确的一个想法 所以换言之来讲 有一句话 有的人认为说 公平就是代表的事情是说 每一个人 对自己最有利的 才叫做公平 而在公平议论当中 把它放到组织里面来看的时候 组织里面事实上 有两种相当重要的公平 第一种叫做分配公平 他指的事情是说 每一个人所得到的奖励 是公平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 如果大家得到的一些 报酬跟奖赏是公平的话 那么这些分配公平的东西 他对于员工的满意度 会有较高的一个影响力 第二个是叫做程序公平 程序公平指的事情是说 在分配这个奖励的过程当中 他的一个决策过程是公开的 并且让他的部署觉得 这是公平的 当程序公平可以被完成的时候 对于员工的投入程度 和员工对于老板的信任感 以及员工的一个辞职意图的影响力 会比较高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个例子 如果今天提出一个奖品是说 如果你玩赛马拉松的话 你就有机会跟蔡依林共进晚餐 那么假设你是一个肥宅 就是通常来讲不喜欢运动 喜欢躲在家里的人 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是否会愿意来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呢 这个问题就是期望理论所关心的 期望理论他认为说 每个人会依据他点一个行为的结果的期望 以及这个结果的吸引力 来决定看看他是否要从事某种行为 一般来讲 他的概念事情是说 个人的努力跟个人的绩效 还有组织的奖赏 以及个人的目标之间 必须要建立起一个强而有力的关系 首先 个人的努力完之后 是否可以得到一些相对应的绩效 被大家所认可 这个叫做努力跟绩效的连结 而个人的绩效当中 是否可以得到一个组织当中的一些奖赏 而不是说给人家一种做功德的感觉 这个则是在于B 我们要强调绩效跟奖赏的连结 最后这个奖赏对于当事人来讲 是否具备吸引力也是很重要的 这叫做奖赏的吸引力 在期望理论来讲 换言之 我们把一个人是否会从事某种行为的一个 强度来讲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预期或者努力之后 它跟绩效的一个连结 他个人认为 他投入到一定程度之后 他有可能达到某种绩效的可能性 一如像是以刚才的马拉松为例的话 如果我今天认为 我基本上走五公里可能都有问题了 跑42公里绝对不可能的话 则在这种情形之下 不要说是跟蔡依林一起共情晚餐 就算是让他当群球首富的时候 他可能也会说算了 我必要 因为我觉得我完全不可能做到 第二个是来自于说 他做完事情之后 是不是可以得到奖赏的连结 这边指的事情是说 个人对于当我今天有表现到 某一种水准以上的表现的时候 我就可以得到预期的成果 得一种相信的程度 如果他觉得说 我今天做了这个事情之后 我并不见得可以得到那个奖赏的话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可能尽管他觉得他有可能做到 他也不会愿意做 回复到刚才跟蔡依林共情晚餐的 这个活动来看的时候 如果这个活动是我来做宣传的 我跟大家说 你来跑马拉松 赢了之后 蔡依林会陪你吃晚餐哦 在这种情形之下 别人会说 你哪位 你是不是骗子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 很多的人可能并不会相信 但反过来说 如果这个活动 是由蔡依林 她的经纪公司所办的话 那么自然而然 这个得到奖赏的一种 可靠性的程度 它就是一个具备 较高的一个相信程度 因此会提高别人 参与这个活动的一些企图心 第三个 是在于这个奖赏当中 他是否可以提供出来 这个人 他所认为的一个 本价的一种 相对应的一种 交换的程度 他指的事情是说 个人对于投入后 可以得到的绩效 或者奖赏的重视程度 是足够的 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我今天根本就不是蔡依林的粉丝的话 那么你跟我说 可以跟蔡依林共进晚餐 那么这个东西对我来讲 可能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吸引力 所以就算我相信 它是蔡依林的经纪公司所主办的活动 但是我可能还是不愿意参加 这就是期望理论的概念 从期望理论来看的时候 公司该给员工 不只是一些激励的部分 它这些激励来讲 还必须要符合到期望理论 这边所定义到的 包括说 必须要让员工觉得说 我达到绩效之后 我可以得到奖赏 这个奖赏是我真的可以得到的 以及这个奖赏 真的是我需要的 像这样的一种连接性 而不单纯是给出一些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激励 但实际上面对于员工 完全没有半点激励效果的一些奖赏 最后 在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过了 各式各样的一些激励理论 后续也有学者 把它构筑成了像这样的一种 整合式的一种激励模型 它的概念指的事情是说 对一个员工来讲 他个人的努力程度 会涉及到 他的一个是否可以取得到 高成就的一种需求 如果可能的话 就会更加的激励他 朝向这样的工作方面来努力 而在这过程当中 员工的一个执行能力 工作的设计的一个部分 会影响到员工 他个人绩效 是否可以达成的一个部分 同样的 给予员工一个适当的合理的 一个绩效评估的标准 他会去让员工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期望理论的概念 让他比较可以去知道 我的绩效 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应的奖赏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组织的奖赏当中 如果可以符合到 公平理论的概念当中 让员工觉得 这个奖赏是比较公平的话 同时这个奖赏当中 他是可以跟员工的需求做结合 使得员工觉得这个需求 是重要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比较可以去达到 刺激员工 朝向个人目标前进的方式 来进而去刺激员工 朝向这个方面来做努力 在这种情形之下 绩效评估制度的设计 以及说增强机制的一个设定 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这些东西都可以被满足到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达到 透过适当的一些 心理的一些指引 给员工适当的一些目标 来达到目标 引导行为 这样子的一种又使员工 朝向某种行为方式努力 的一种动作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 记忆理论的概念 那关于记忆相关理论的一个介绍 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